开场也提到了 跟宋丹丹老师 连妹出演 尴尬九分钟 今天没事啊 思魂哥哥不要紧张 我们今天呢没有篝火 也不办晚会 但是你还是要出个节目 不要别扭 在座的每一位啊 都要出个节目 还有一位老朋友 我们的MC热狗 狗哥 他们节目都在我们 隔地旁固置 这帮rapper呢 也跟我们都住在一个酒店 不要看他们平时 节目上互相diss啊 拿下巴看人 其实社交起来的时候 也是很传统的 在附近的美食街 也可以看到他们 互相敬酒啊 打圈啊 分个主赔和副赔啊 狗哥对吧 喝酒的时候 杯子也往下走 这个rapper啊 虽然很喜欢社交 但是他也有舍恐的时候 大家也都看过啊 面对赵文卓老师的时候 说自己是小狗 这个 这很懂事啊 很懂事 我们面对赵文卓老师 都要舍恐 都要舍恐 今天我们开场 上来的第一位呢 都很熟悉了 是至圣 很多人看了我们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的 真言秀部分 说徐志胜 怎么这么爱拍领导马屁 这很奇怪 我一点都没有发现 我觉得这孩子 说话挺真诚的 不仅 我发现了他的真诚 我们董事长 也说徐志胜很真诚 我私管理层 都觉得他很真诚 你说人家不真诚 只能是因为 你不是管理层 掌声有请 效果 魏忠贤 徐志胜 大家好 我是志胜 真的啊 真的太坏了 太坏了 但总太坏了 我这女朋友一来 又给我安排练钟 还说我是魏忠贤 对我女朋友的打击 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真的 我就是真的 就挺喜欢交朋友的 属于和谁都能聊 他们让我去招待鸟鸟 就是坏 想看我和鸟鸟尴尬 结果没想到 鸟鸟和我在一起 话可多了 人事都快聊崩了 鸟鸟尾跟我在一起 就是笑果百灵鸟 我前一段时间啊 其实也去录了桃花梧 但是正好错过了 那尴尬的9分钟 收获了快乐的一生 真的我去的时候节目还没播 但大家对我都很友好 我在那里还感慨 我说最后悔没有早点来啊 旁边还有人说 你早点来是最后悔啊 我当时是真不明白 然后节目就播了 就是后怕 但是在庆幸之余又有点遗憾 就老想找一下刺激 我就想说 为了欢迎我不办个篝火晚会啊 我节目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 我之所以显得比较色牛 是因为我聊天的声音特别大 话还特别多 所以大家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累 有一次我跟另外两个人在那聊天 聊着聊着 他俩在我左右 忽然互换了一个位置 我都懵了 他俩还给我解释 说感觉靠近你的这边的耳啊 已经听力下降了 我听完也很贴心 我说你早说呀 你俩别动 我围着你俩说 但色牛有一个问题啊 就你色牛久了 回家之后 你就特别容易感到孤独 就我自己回家之后 我就经常会在那里喊 你知道吗 就在那里 真的有一次啊 邻居遛狗的时候 碰见我了 跟我说 说你家的狗呀 没事也得遛 说要不就是会在家里乱叫 我说我这不出来散步了吗 聊聊拍马屁吧 聊聊拍马屁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拍马屁这个形象 这么深入人心了 就是现在领导 没事都夸我 说自身的马屁 拍的是最好的 最用心的 最与众不同的 有时候夸得我也挺不好意思 我说领导 你快别说了 哪是我拍的好呀 都是你领导的好 哪是拍马屁呀 就是说点真心话罢了 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事 就是现在领导 心情不好了 就来我面前晃悠 也不说话 但我多懂啊 上去就是一顿猛派 领导很开心 摇摇尾巴走了 很多人就好奇啊 说拍马屁都很招人烦 为他至少你不招人烦 因为那些烦我的人 我也拍 越烦我越拍 拍他个刚中不阿 拍他个饥饿如草 而且关键啊 关键可能就是 我就是单纯的拍马屁 只拍马屁 不谈条件 就好像微信拍一拍一样 就好像微信拍一拍一样 就是徐志胜拍了拍 您的马屁 然后走开了 留下一脸懵 且享受的领导 而且啊 我是谁都拍 就是不光领导 从我面前路过的人 我都想拍他 见谁拍谁 就是监控拍人都有个盲区 我拍马屁没有 从我面前见面 我就拍他个出门见戏 拍他个呼呼声闻 拍他个好人一生平安 直上下来 咱们集体拍他一个人 真好用 对对对 但现在啊 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了 只说真诚的话 因为海天好友 集体屏真的好 想用多少 做多少 超鲜 超方便 你看啊 产品好 你说真话 也像拍马屁 所以我啊 真的不是拍马屁 就是大家优秀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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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 哎呀 如果公司能多几个徐志胜的话 感觉效果文化就没什么问题了 没有听够呀 嗯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的呢 就说话就比较真诚啊 说的话就不会这么浮夸 太可爱了 真的很有天赋 而且孟陶呢 上来 也是先这个热热场 让大家对这个东北口音呢 逐步的习惯起来 马上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马上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苏 翔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宋小宝 今天来这里 心情很美好 非常开心能来到美丽的青岛 我觉得呀 今天的服务专场找我来就对了 为啥呢 我过这么多年呢 一直从事服务行业 从96年开始 当过服务员 当过传菜员 后厨房切过堆 伺候过厨师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 我早当服务 什么啊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啊 我早干成厨师长了 你是服务员呢 但是说实话 宝哥那时候属实没什么技能 就以俩字啊 勤愧 天天帮老板的浴缸换水 换一次40多桶 天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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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把老板的换鸡样 小宝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你换的水都比我那鱼都贵了 再说了 哪有这么换的 那鱼也需要休息呀 干点脏活累活都无所谓 我不怕吃苦 我就怕遇着难缠的那些个顾客 我也是上菜 手上也是油油 我没这么端 我也没这么端 我是跟手拖上来的 但那大哥眼睛真细呀 我这么放的时候大哥就这么瞄着 哎 哎 有印 咋办呢 急了 跟我腰和溜的 去 把老板找来 这桌必须免贷 哎 我来的一桌朋友 敬一圈酒 没着喝吧 这一圈下来我 醉了 我晃荡上大胳膊了 我哗哗跟大哥说两句话 我说大哥 欺负服务员 你可真行啊 啊 来的一桌抖你朋友吧 也就你能干出这种事来 那在我们服务行业 要不出现你这种人的话 阿玛干起这个活啊 那都老一贼了 大哥问我一句 公业小品鸟 我说咋天 上来就给我来个 按地下一个摩擦 后来给我摩擦转行了嘛 然后啊 说两句话 我现在看到所有人 再有人欺负服务员 我就看不过去 头两条我跟朋友一起吃饭 服务员到最后的时候 忙碌到最后了 把菜汤伤好哥们裤子的时候 我哥们刚要站起来 我说哎 坐啊 烫着你老 进层裤子不容易买一雕 买十雕 能要吗 我也不能买啊 对不对 这也没欺负人 钱也省了 油油没啥到我身上 这大欢喜多好啊 后来不就改行插二人转了吗 我发现喜剧这个行业 也是个服务行业 但是剧场里的观众更难伺候 那时候我就清楚记得 有个大哥来剧场看戏 穿一个黄色的雕 坐中间 刚入球他就穿上了 我也不知道向我炫耀什么 我上台的时候 我摆了三排啤酒 每一个啤酒上面 插了一个百元大钞 让我喝 宝哥不能喝呀 我也不会喝酒 不喝不给面子 我大哥你干啥呢 钱是不是能掉 我告诉你 我说我不能喝就不能喝 所以 我能够拿钱吗 大哥说 不好使 说啥都不好使 不给我面子就是不好使 我没办法了 我说大哥 那不行我给你唱个歌吧 不听 我说给你跳个舞 我跳个舞 跳个舞 跳了六分钟的舞 我说大哥祝你六六大顺 大哥还是不依不饶 不行 我说大哥非喝不可吗 我要非喝的话我先问一下子 我要喝多了骂人的话 你能不接吗 我不想再转行了 人呐 没办法有的时候从事服务行业 多多少少都要经历受一些这个委屈 很正常但我很幸福 我也很开心 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后悔过 因为我知道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也快乐 有一次在机场震演出呢 一个父母带着孤女儿找到我了 可我可找到你了 我吓懵了 我咋的了 你别害怕 后来我一了解 孩子抑郁症了 由于经常看我的作品好了 那个女孩本个香花跟我说 小班老师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 我想这就是我的服务理念 把别人照灯亮 把自己塞去黑 都说什么生活的意义啊 工作的意义啊 这不也是一种意义吗 服务人精神世界也是一种服务 对吧 能够让你们在最不开心的时候 能够笑出来 你开心我也开心 喜剧演员嘛 徒的就是一个皆大欢喜 多好 我是宋小宝 我是宋小宝 掌声再次速度反过 我们同时也有 有请本场的所有嘉宾一起上台 有请 谢谢 刚刚我们那个宝哥 作为我们喜剧界的前辈最后那段话 我们每个人要往心里去 服务好观众 但是呢本场虽然是开玩笑的方式 也是认真的对身边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们 表达感谢我们的生活便利是离不开你们的 谢谢各位 也再次感谢本场的所有嘉宾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海天好友好鲜好美味 我们下期专场再相会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微信搜一搜效果 来现场看破口笑 期待